唱着GPT 大家都觉得唱着GPT特别厉害 无所不能 对且应用来讲大意味着好吗 大模型非常非常好算力的 这个大模型 大家在看到它的巨大能力的同时 其实背后一点大家没有看到的是 它是聚烧钱 需要很多很多的GPU 大模型意味着它是要很大的参数 很大的参数的背后 是有巨大的算力 算力背后是要进电能等等 实际上企业如果用XGPT 它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比如说按这个Token来计费 使用的费用是超乎你能想象的 然后第二个来讲 它如果自己部署一个大模型 它也会是说 我真的支持得起这么一个大的算力中心 来利用这个模型 这都是它要来考量的 XGPT这是一个革命性的 但它仅仅是人工智能一个关键节点 或者说在这个生成智能 可能是接近的是开始 在未来一定还会出现 超越现在的一些大模型的范式 一些新的AI的理论方法 能够出现的 AI的大的迸发式的流线 实际上我相信只是一个开始 生成是人工智能的阶段 基础模型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它可以在海量的原始数据中学习 以它为基础 很快地演化出不同的应用来 台北面是专注于基础模型 那个基础模型就是不仅是包括语言模型 其实还包括代码模型 运维的模型 网络安全模型等等 然后还有像前一段时间 刚刚IBM宣布的 跟NASA一起合作的 基于地理空间信息的基础模型 这些不同的基础模型 都会让我根据它的场景 它的需求 来在不同的应用里面 得到一个应用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不是专注于一两个模型 而是说专注于如何把所有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 赋予这些企业 然后让它建立起自身的能力和应用来 90年代 深蓝终于战胜了人类国际相机大师 最近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IBM现在还在做人工智能吗 我要告诉大家 还在做 那回顾过去百年 或者过去几十年 IBM在整个IT行业的发展 其实是说 我们仍然是稳步的前进 然后在每个关键节点 都有自己突出的贡献 并且我们不断地在这些新的方法也好 理念也好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战略展望也好 仍然处于一个很领先的状态 我们一定也会加快脚步 既帮助客户成功 也让我们自身能够更加成功 我们能够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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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更加成功 感谢观看